3,2,1,and go 诶,长达 OK,欢迎来到懒人摄影 所以我今天 TEC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懒人摄影 所以今天的 OK,TEC 3 我请了个人出去了 So,欢迎来到懒人摄影 今年的Oscar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我们的 Will Smith大哥的事件 OK,我们这里不评论 他是不是真打 还是他们设计好的 OK,我们这里是要 趁机教一下大家 如何在荧幕上制造 效果很强烈的打击的影片 好不好,我们会从拍摄 还有剪接这两个角度去切入的 就好像刚才你们看到的一样 我们总共演示了 三种不同的情况 三种不同的效果 好,第一种效果呢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只是很普通的 其中一个人走向另外一个人 然后挥拳打击他 当然这里不是真打 我们只是靠剪接后置的时候来 加强他的效果 那么要怎样去制造出这种强烈的效果呢 那就是我们在剪接的时候呢 当他的拳头靠近他的脸部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把两到三个画面把它剪掉 然后呢把前后的画面再接起来 就可以达到这一种效果了 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没有剪到这两到三个画面的话 原始的影片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剪掉两到三个画面之后 他的效果会是怎样 是不是我们只要剪掉那两到三个画面之后呢 那个效果瞬间变强烈了许多 好刚才你们看到了第二种示范 要怎样去加强这个打击的效果呢 其实就是当你在拍摄的时候呢 当那个挥拳者打向那个人的时候呢 他打中他的脸部的那一瞬间 我们让我们的相机整个晃动一下 来制造出那种临场感 这样子呢整个打击的效果呢 就会非常的强烈了 那其实我们在后置的时候 也没有做太多的效果的 我们只是在拍摄的时候呢 抓准时机击中他的脸部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让镜头晃一下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个示范的 那第三个让我们整个打斗的场面 更加特别的一种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 你可以看到刚才的 就是同一个人在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面 自己打自己的这种画面 那拍摄的步骤呢 第一步很简单的 就是你一定要用这个脚架来拍摄 让我们的相机是 在固定的位置去拍摄的 然后呢我们先拍摄我们这个 挥拳者的这个画面 就是我们的人物在右手边的这个画面 先然后想象一下 会有一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挥拳打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只要重复刚才的同样的角度 去拍摄一个我们坐在椅子上面 然后做出被打的反应就可以了 那拍摄的时候 还有一样东西需要注意的呢 那就是你尽量不要让两个画面重叠 也就是说你的角度是需要固定的 这样子我们在后置做masking的时候呢 才不会那么的复杂 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下面的这一层影片呢 就是我们在坐在椅子上面被打的那一支影片 然后呢我们的上一层影片呢 就是这个挥拳的影片了 你把两层影片放在一起之后呢 很简单 你只要用我们这个draw mask 把它左右切成一半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同样一个人物呢 就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面了 好这个时候呢 要怎么样让那个拳头 挥向我们的另外一个人呢 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当你的拳头很靠近你的脸部的时候呢 我们的mask也是跟着我们的拳头的形状去 跟着它画的 那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那个拳头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剪接后置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mask大概两到三格这样子的画面 就可以达到这一种效果了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步呢 我们只要把刚才所有的示范影片呢 加上一些音效就可以了 让我们来看看一下我们的成品是讲什么样子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 所有的示范其实我们都是不是真打的 因为打人是不对的嘛 好不好 那今天的所有的示范呢 那个演示影片呢 其实只是一个 教你如何去制造出 挥权很强烈的效果的影片而已的 好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你们也学到一些有用的技巧 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接下来呢 我还会分享更多关于剪接 还有拍摄的支持的 我们下个影片见